是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组建于1958年10月 是我国组建最早 规模最大的综合型航天发射中心 也是我国目前唯一的载人航天发射厂 这里是存在着中华民主伟大复兴 光荣与梦想的土地 也是航天事业的发祥地 孕育出了两弹一心精神 载人航天精神和东风精神 从镜头里看 左边的区域是东风航天城的工作生活区 右边的区域是发射厂区 我们就是从这里出征太空的 而此时 即将到访中国空间站的神舟19号飞船 正在总装厂房进行测试 我们也会在空间站做好迎接准备 这将是中国航天员在空间站的第五次 太空会式 队友们 中国空间站 等你来出差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我国的第二大岛屿 海南岛 它的面积约为3.39万平方千米 文昌航天发射厂就位于海南岛的东部 这是我国第一个开放型航天发射厂 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低纬度发射厂之一 文昌发射厂也有中国空间站建造母港之称 2020年 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舱 从文昌发射厂前往太空 2021年4月 天河核心舱 从这里发射升空 此后 问天梦天两个试验舱 也是相继从这里开启的飞天之旅 未来这里也是我国载人月球探车任务的